你敢相信吗 你的一生大概要拉11吨粪便 而全中国的人每一秒钟就会产生8吨屎 正常情况下 人类拉屎的频率是每天1到3次 或者每周2到3次 要是连续30天不拉屎又会怎么样呢 人真的不会被屎憋死吗 认真看完这个视频可能会颠覆你的想象 我是探索君敢聊你就来 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 人连续憋屎30天会怎样这件事 当你憋屎的第一天 你可能不会有真的憋不住了这种感觉 反而是在想为啥便秘一天了 啥也没拉出来 开始合理的怀疑 是不是昨天吃的东西太少 新陈代谢没有跟上呢 实际上被你吃进肚子的食物 被消化成残渣后 会进入结肠里继续发酵腐败 多余的水分会被人体吸收 一切准备就绪后 就会直溜溜的抵达职肠 然后变成依托答变 等你憋屎的第三天 明明依托答变已经在传递信号给了大脑 你只需要完成进厕所 脱裤子的动作就行了 剩下的事情交给直肠 结肠和肛门就行了 这样依托答变就能热气腾腾的出来了 可你的大脑就是不听指挥 不想让依托答变出来的太顺利 一身反骨的大脑 下令让肛门扩跃机 死死的守住最后一道防线 不允许任何依托答变离开肛门 一般停留时间超过72个小时 就算是便秘了 当你憋屎的第三天 依托答变已经在你的体内 滞留了120个小时 它们会被结肠重新吸收筛选一遍 原本就是依托答变的它们 会变成越来越干燥 像是一块坚硬的石头 此时你要是真的憋不住了 跑去厕所释放天性 就能清晰地听到厕所坑传出来的普通声 咱们接着往下看 你敢想象吗 一周没拉出来的屎 就会变成一块风干的腊肉 坚硬无比 再加上你早就触发了顽固性便秘的机制 当你憋屎的第七天 大脑已经传递了无数个信号 让你去排泄粪便 可你在厕所里蹲到腿脚发麻 也是颗粒无收 要是为了让依托答变顺利出山 你开始用尽全身的力气了 结果就是依托答变没出来 肛门还被痔疮和肛裂盯上了 只要你稍微再用点力气 明天就得去医院挂号了 可是职场的空间又是有限度的 依托答变没办法从肛门出去 又该怎么办呢 当你憋屎的第十天 时常已经被依托答变给塞满了 但也会竭尽所能 反反复复地吸收依托答变的残渣和毒素 结果就是 有毒气体甲烷和氨气 在细菌的不断发酵下 出现在你的肠道了 再通过肠臂寻找空隙 让你的身体吸收多余的甲烷和氨气 为了顺利地离开人体 他们会寻找所有出口 比如耳朵 鼻孔 口腔 肛门 以及皮肤毛孔 当你憋屎的第十三天 你会发现 你的身体开始不由自主地崩屁 说话打嗝都是一股臭味 即便已经用清水洗了脸 还是会因为脸上油脂过多 而大面积的冒痘痘 由于依托答变的堆积 你一点饥饿都感觉不到了 什么山珍海味摆在你面前 你都没有任何的食欲 甚至因为憋屎太久 脑袋晕晕的 精神状态都是差的 当你憋屎的第十五天 依托答变把仇人长麻痹引来了 此时你感觉腹部超级胀痛 会有一种依托答变 要从嘴里呕吐出来的错觉 浙江利水一位72岁的老奶奶 极限憋屎十五天 各种方法都用了 还是拉不出来 还被折磨的呼吸困难 生不如死 最后送到医院抢救 花了三个小时做手术 竟然切出来一条蟒蛇肠的答变 如果让你连续憋屎三十天 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结果超乎你的想象 当你憋屎的第二十天 甲烷和安器 好像来到了天堂 自无忌惮地刺激你的肠道粘膜 直到他们的援兵肠道严正赶来 才肯罢休 因为接下来的事情 需要毒素和严正一起努力干 在你的肠道系统里 发掘能力强的入伙人 要是你的免疫系统够强 就只能找到结肠吸肉 不够强也许能找到结肠癌 当你憋屎的第三十天 你终于等来了结束的这一天 半死不活的你 以为吃窜息的药 就能让依托答变顺利出山 没想到肠梗族已经找上门了 它可是最懂怎么折磨人的 会让你的肚子体验一波 什么叫做过山车般的剧痛 紧接着你的腹部也不老实了 跑来凑热闹 跟着肚子一起痛 超乎你想象的后果出现了 那就是痛到呕吐 把带着血的肠胃液都吐了出来 其他的内脏器官 可没有打过这么硬的仗 还没开始反应 就被剧烈扩张的肠胃伤害到了 结果就是引发严重的器官衰竭 如果不及时就医 你就会因为持续的脱水 而出现全身中毒的情况 不仅心跳脉搏变得虚弱了 就连眼窝子也凹进去了不少 所以探索均提醒各位 有了一拖答变 要排泄出来的感觉 就立马去解决了 不然憋屎真的会把病给憋出来的 不过正常人也不会做 憋屎不拉这种事情 如果你经常被便秘困扰 还便不够通畅 那就多吃点蔬菜 谭笑有红如 可谱白定 本期视频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